安波籃球快信 星期四早早NBA常规赛继续上演 届时快艇将助阵主场迎接勇士的挑战 快艇近期主场作战连战连胜 球队士气正胜 这次迎战今季主强客虐的勇士 快艇一定会成胜追击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快艇近期豪取一波主场三连胜 类的对手包括灰虹和纽约人 球队赢波含金量较高 重要的是 快艇在这个期间单场失分程递减趋势 可见他们正在逐渐提升自己的防守力度 队内两大核心里奥拿德同皮 佐治自然是快艇连胜的最大功臣 他们在这三场比赛中国智军场为球队贡献32分和29分 而且都上演过单场得到双十数据的表现 再加上韦斯伯克和祖巴域等人的默默奉献 快艇赢波自然是水到渠成 现在快艇排名已经济身西岸季后赛区域 同身前的勇士和太阳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他们甚至还有机会冲击更高的排名 由于快艇今季主场胜率超过五成 他们最近一次主场迎战勇士哥 赛曾经正胜对手10分 李奥拿德在歌场胜仗中的投射命中率更是超过七成 个人贡献全场最高的33分 他肯定成为快艇今场再添胜职的重要保障 阵容方面后卫别 波士顿和洛文保维因相缺陣 虽然勇士近期都连扎胜果 但他们都是主场作战 众所周知 勇士今季常规赛主强客若非常明显 球队主场录得29胜7负 作客战绩就只有7胜26负 两者反差巨大 他们的作客表现毁烈联盟倒数 最为不利的是 勇士正处于作客白连败之中 当中包括输给雷亭和托方者 这些前陆开外的球队 勇士在其他人地盘的状态差得可想而知 勇士目前战绩和快艇一样 他们都需要力保直接参加季后赛的资格 今季前三次对阵快艇 勇士当家球星史提分居里缺阵两场 于是佐敦普已成为对阵快艇歌阵表现 较为抢眼的勇士球员 毕竟后者上演过单场得到34分的精彩演出 但这个都是他最近三次面对快艇歌阵最好的表现 阵容方面 后卫G 匹顿和前锋安祖 毕坚师等恩商或私人缘恩避战